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先看看美股的表现 美股收市个别发展 杜瓊斯指数再破顶 道指升90点 收市报31,613点 被著名投资者巴菲特减持的苹果 连同PayPal和辉瑞都拖累标普指数和纳斯达克指数向下 纳斯达克指数收市报13,965点 跌跌12点 跌幅达到0.500% 标准500指数收市报3931点 跌1点 美股就开始了 我们一起去看道指和标普和纳指的开市情况 我们看到无论是道指 纳指和标普都稍微下跌一下 杜瓊斯指数下跌0.61% 跌191点 而标普和纳斯达克指数方面 标普跌0.75% 跌29点 大使就这样报完 我们今天可以和两位嘉宾Edison和Wyman聊聊天 祝两位生日快乐 希望大家可以多给一些观点 先和Wyman聊聊天 我们今天看到亚太区上面 无论是A股 港股 甚至我们下午的欧洲市况 其实都稍微下跌 而在美股方面 其实昨天前日 其实都道指的上升比例高过纳指少少 纳指的科技股 其实普遍的跌势都会多少少 Wyman 你觉得其实整个亚太区或者欧美都跌 是否代表着其实进入全球都调整期 我想当然跌都是说一两天的时间 很难说现在开始就很确定 已经是一个调整的周期 还有我想跌的原因都有一些不同 看到中港股市方面 最主要今天见到 人行方面有少少收水的行动 因为液回购方面 有些正回笼的情况出现 所以都令到市场担心人行在农力价之后 会不会加大了收水的力度 当然欧美的股市就不是这样 见到调整 就是因为见到债息方面 美国方面的十年期债息 升到上1.3%附近 都令到市场开始担心 就是说美国方面的债息会不会再飙高 令到股市方面开始会受压 当然昨天见到 开始有少少奇怪的现象倒转 之前见到数据不漂亮的时候 美股回来升的 昨天见到数据好 市场开始反而担心 究竟经济是不是越来越好 见到央行方面 可以相对没那么大力度去支持市场 见到我想都是担心一些 相对收水的一些行为 所以见到调整 当然大家都同时出现 但是那个原因未必是完全一样的 还有我想始终觉得就是说 在美国方面 或者欧洲方面 甚至中港股市方面 其实在上年年底 都累积了不少的升幅 所以去到现在 其实有股值 很多股市都有些偏贵 所以我想中间出现调整 即使你说在现在这个位置 再跌多2-30% 我觉得都是一个很健康 很正常的一个情况 反而之前一直上不跌 反而才令人担心 因为有机会出现泡沫 亦都见到市场的麻木 或者有一个疯狂的状态 越来越大 反而有些调整 令到投资者有些冷静下 反而是一件好事 是的 威文觉得就是 短期健康的调整 其实对中长期的市况 发展都是好的 Edison 我们会看回十年期各方面的债息 都会看完美汇指数 我们见到过去一段时期 其实美汇就少了 好像之前上年的一个急速的下跌 美国公布的某些数据 其实都不错 会不会其实市场是预料 当疫苗的每个国家都开始打了 经济开始复苏的时候 美汇指数的上升 会带动可能市场 对于一个之前的高估值 有所带动可能会向下减 而令到调整有机会再深一点 我想如果是说回你刚刚所说的 可能是预期美汇指数上升 可能引发了比键市况 这样就出现了调整 但我想总括回来再去看 我自己觉得暂时美汇 你要出现一个大的反弹 都要少时间形成 因为始终你看回整个势头 之前都急跌得比较急 还有其实大家都看着 美国政府的财政刺激政策 其实都会令到美汇都会有少少弱势 所以我想你要突然之间 进行合避的避险市况 令到美汇重抽升 然后到时股市很快下跌 这个相对来说是有难度的 另外一件事就是大家都可以留意到 联储局出来的会议记录的声明 其实都可以看到 不论鲍威尔也好 又或者整个联储局也好 其实都会有少少担心过早收税 这个鲍威尔也有提到 就是如果过早收税的话 可能会重途回2016年的覆车 就是市场没准备好 他们加息的或者收税的 然后你已经说的话 市况是有机会出现急跌的 所以在这样的环节下 他们很快收税才会令到美汇上升 如果不是的话 其实暂时 我想美汇都是90或91的水平波动 第二件事也要留意 其实也有议会者在说 其实通胀的前景是否值得留意 会不会都牵动到联储局会加快收税呢 暂时看到他们的声明 或者会议记录都看得出 他们暂时没有那么容易用的 甚至就是觉得如果通胀出现 超过2%也好 他们觉得这件事暂时升 所以在这个环节下 可以预料就是在疫情 未完全完结之前 联储局去收税的记录是非常低的 所以如果在大环境下 无论是联储局也好 其他央行也好 他们放水的措施不是逆转的时候 其实市场暂时来说 资金也是充裕的 变成很快地出现急跌 其实机率就不高 会这样看的 就算出现急跌的话 我觉得其中一个原因可能是 近期的债息声率比较厉 可能拖累科技股下跌 但是在这个环节 其实也有机会再令联储局做其他措施 甚至重新说回要求控制 在这个环节下 你会看到整个 无论财政政策 甚至货币政策 都好 暂时来说 都是泵着水 直至疫情完结之前 我想这个情况都会继续 Edison就说 其实市场上的流动性 都是相对比较宽松 我们除了见到美国 其实在欧洲 甚至亚太区 疫情都未真正完全控制得到 Wyman 我们说回预期 其实疫情能不能控制 其实可能都要好几个月时间 甚至半年 因为疫苗是否有效 会否变种 其实我们都会担心 你自己觉得 刚才Edison所说的 究竟是哪些数据出了来 例如究竟是否 煎尾汇 例如真的会 可能升穿92之上 或者通胀预期去到什么阶段 你就觉得其实我们投资者 要谨慎一点 小心一点 我想如果你说通胀 我想短期都未必是 一个很严重的威胁 事实上 我想联储局 当然就已经向市场 已经派了很大的定心院 觉得暂时来说 通胀不是一个威胁 事实上 你看回一些数字 也都看得到 虽然说近期你看到 商品价格 辣椅品的价格 真的有个明显 或者大幅的上升 但我相信 这个未必是一个 长期上升的趋势 这个只是一个短期的现象 所以你说通胀 是不是一个很大的威胁 其实我觉得绝对不是 因为始终当你的经济 也继续是 有个比较明显 受到疫情所打击 失业率仍然那么高之下 其实你很难 真的会有一个很持续 很大幅的物价上升 所以我不太觉得 通胀压力真的会令到 联储局真的需要 有些任何加息的行动 当然 另外一个我想 迫着债息上升的 我想另一个原因 就是说到美国的财政 债务的问题 看到财政赤字 上年来说 美国政府有超过3万亿 今年因为 上年年底通过了 9千亿的一个 经济疏困方案 现在国会也都在谈 甚至应该是会通过 1.9万亿的一个 经济疏困方案 所以两个加起来 其实 那个疏困的规模 比上年更加多 所以今年美国的财赤 我觉得 一定是会比上年 差不多 不会有 一些明显的改善 我想市场开始会担心 美国政府的债务问题 所以有机会 这是迫令债息上升的 其中一个原因 如果这个是的话 投资者要担心 第一 债息逼上去的时候 对股市可能会有 一个负面的影响 对美元也有一个影响 因为之前如果债息涨 其实正常对美元是有利的 但如果债息涨 背后的原因是 因为市场担心债务问题的话 美元未必真的会涨 反而会继续下跌 也不奇怪 我们这几个数据 其实过去的10年8年 08年QE之后 美国印的钱 其实可能国际投资者 都十分清楚 所以其实我们之前 很多投资者都说 会不会美元 因为其实印了 那么多钱出来 或者债务问题 导致下跌 正如刚才Wyman和Edison 讲 其实我们短期都未见到 很负面极端的影响 现在稍为我们可以 看回流动的宽松性 Edison 我们可以讨论交流一下 既然我们各位投资者 或者市场上大的资金 都觉得 其实这个都大机会 是一个短期的调整 我们去选择股市上面的板块 刚刚公布的数据出来 就是巴郡公布了去年第四季 投资续合的情况 减持了苹果的公司 减持了6% 当然仍然是价值最高的股票 也减持了富国银行 清仓了摩根大通 辉瑞等等 但其中几个信号 好像是增持了一些旧经济 那会不会 Edison 你觉得我们可以跟着 巴郡的这种投资策略 去多一点留意 一些旧经济的办法 因为可能疫苗 大家多打了 然后经济有机会 重启复甦的概念 这样的思维 其实对不对 我想其实也反映了 转门马 由一些比较高估值 特别的平日和 转到一些传统经济股 其实也反映了 估值的差距 其实也越来越夸张 大家都明白 在疫情下 其实为何科技股 会先秤先 会先跑先 第一 那个潜力是存在的 因为在疫情下 大部分以往的一些经济 都转到一些新的经济 在股份上 所以变成了 盈利空间的增长 是存在大一点的 另外一件事 就是大家都会 在水源充足下 都会不断地 炒作一些有概念的股份 为何科技股 在这两者的推动之下 一直都可以支持到 估值这么高 但是 当那个价格 到了一定程度的时候 当你见到 疫情也快要通过疫苗 或者你见到 即使现在见到变种病毒 也好 整个全球新增的 疫情的数字 其实都不断地下降 所以大家都可以预料 今年年中过后 可能这个疫情 随着疫苗 和数字慢慢减低的时候 可能会慢慢过去 在这个环节下 其实反而一些过去 真的很落后的 一些传统经济股 有机会藉着疫情完结之后 可以出现 一个盈利的增长空间 所以在两者之间 去比较估值 以及接下来 经济重开的因素 其实你会发现 可能 传统经济股的 投资价值 会相对高一点 所以你也见到 为什么包括 会有这样的操作 但是我想 过去一段时间 可能包括大家的 留意度 未必那么高 始终它可能 因为那个投资也不是 相对你这么亮眼 相对比其他科技股 甚至ARK的所谓女股神 Cathy Wood 他们投资那么快 和那么有返回 所以我想 如果从一个估值的角度去看 巴菲特一直都是 用这个形式去做的 反而可以提醒大家 其实未来这段时间 会不会说 在U上升的时候 反而科技股的 这个投资价值会相对低一点 会不会是传统经济股 可以借着这个板块轮动 又或者市场开始慢慢慢下来的时候 有一个更大的股票增长空间 我觉得这个也值得去思考 是的 那温文 你觉得是不是 旧经济股份或者板块 其实在这段时间 在调整的时候 是值得比科技股更加去吸纳多些 我想整体来说 我始终觉得科技类 还是会先跑 事实上 大家都明白 这几年 其实全球的经济 都是由科技类带动的 你看到 其实金融类 已经不再是带动经济 增长一个最主要的引擎 而事实上 现在全球市值最大的公司 其实大部分都是科技类公司 当然很多科技类公司的股值都很贵 甚至有些是不太合理 但如果你说美国一些龙头的科技类公司 例如可能是Google Facebook 苹果等等 我相信中长线来说 他们的营运空间 收入盈利的增长 仍然都是比较可靠的 当然股值在这一轮 科技类大升的时候 他们的股值是有点高的 但我始终觉得 如果你说股市真的有调整的话 始终中长线 科技类公司是比较跑先的 反而我想 巴郡的改变 尤其是苹果的减持 我觉得又不是代表 他真的很看淡科技类 尤其是苹果减持的比例 也很少 只是说减持了6-7% 还有苹果还是 它最主要的一个投资的 一个项目 说的是市值 接近1,200亿 亦都是它整个投资组合 里面超过四成 所以如果你说它看得很淡 它就不会拿着四成的苹果 反而我觉得 在巴郡里面 有一件事要留意 刚才你也说了 它卖了很多金融类的公司 这代表什么呢 可能巴郡都觉得 在金融类上 第一 最近也涨了不少 因为业绩比较理想 也因为债息上升 令市场觉得 息差会扩阔 所以很多金融类都涨了很多 但我想它有些担心 就是说坏仗的情况 可能未必是完全完结的 坏仗的情况 可能还要拖一段时间 所以在这个时间 它有些 卖了一些金融类公司出来 反而我觉得 这个点子 是家庭观众 或者投资者需要留意 究竟如果真的 之前买了一些金融类 这一刻 需要不需要跟 或者是否需要 包括一样 有同一个看法 对坏仗的情况 是不是要再审视一下呢 我反而觉得 这是值得我们去留意 对 选择办法 也要看自己个人的风险 和回报的取体 Edison 你自己又觉得 如果真的要平衡 持仓的组合上 你自己是会 偏向这段时间 调整的时候 投资者 你会 或者建议投资者 多些去吸纳一些 旧经济的办法 还是你觉得 未来的十年二十年 其实都是新经济为主 如果你说到这么长线 说一个增长空间 我想其实都是 所谓的新经济股 就是科技股 去称先 甚至过一段时间 大家很留意的新闻 其实明白的原因 就是因为 刚刚Yman也有提过 始终那个 盈利的增长潜力空间 是有大一点的 只不过就是说 在板块轮动之间 或者 现在的股市 可能升到这个位置 慢慢是一个高位水平 整股的时候 可能板块轮动的操作 会比较有一个胜算 但是如果你从一个 长线投资的角度 我想刚刚说的 刚刚说的那几个板块 就会比较吸引一点 是 我们留意一下 究竟每个投资者 你是选择短线 还是中长线的一个磁仓 最后几十秒都想请 Yman说说 如果在新经济上 是选择一些上游 中游下游 你会比较喜欢 我想新经济方面 又没有分中上下游 反而看估值 或者更加重要 就是盈利的前景 甚至我觉得 应该买一些 相对有盈利的公司 事实上 我想现在很多科技类公司 或者新经济的公司 其实很多暂时 都没有盈利 所以如果没有盈利 而你对盈利的前景 又不是太过明朗 我觉得估值有些 真的太过高 我想尽量避开 这些公司 会比较好一些 是 我们要去找一些潜在估值公司 来做投资 做一个中长期 好 那谢谢Edison和Yman 今天的时间就到够了 再会 拜拜 拜拜 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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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 bwd6